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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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所謂騙圖的手法層出不狂 想不到近日就有一個正名的粉絲 被他偶像薛凱琪押了過百萬 不如我們看看一個這麼正名的人 如何一步一步跌入圈圖吧 話說日前開TV節目的線手查 報道了一宗超離奇的網戀片案 事處X先生是一位喜歡了薛凱琪二十年的低調超級粉絲 就一天突然收到FAN PAGE的思訊 就說薛凱琪想跟粉絲聊天 X先生初頭都不相信是他本人 但抱著好奇的心態看看怎樣 有一天還收到偶像的視像電話 那次X先生就沒聽到 因為他想騙圖怎麼會這麼大膽打電話給他 他們用通訊軟件談了大約兩個星期 X先生就憑對方線上時間講的內容 再教對手寫的筆跡 確訊跟他聊天的就是薛凱琪本人 後來對方還跟X先生說I love you 面對偶像的表霸 X先生當然愛得不能自不 騙圖薛凱琪也差不多開始收網 說找了一間美國公司簽約 叫X先生用他提供的連結開個離岸戶口 代收這筆囚怒 X先生又覺得自己沒有損失所以照做 過了幾天戶口顯示匯入了五十八萬美元 但當X先生要拿錢出來時 戶口就突然被凍結 要求要先交兩萬七千美元才可以解凍 面對偶像指責 X先生想侵吞款項 只好乖乖落搭 X先生給了二十一萬港元解凍還不夠 之後還有個假的銀行積券 再以不同理由前前後後再騙他四十萬港元 之後薛凱琪還叫X先生借錢 結果他就向財務公司和銀行借了五十萬港元 當然所謂的美國銀行是假 X先生一共被人騙了大約一百一十萬港元 去到這一刻X先生才愚夢初醒 發覺所有東西都是假 你有沒有想過身為超級粉絲的X先生到回中招 都是奉勸各位